各位同学,你们好啊!又来到星期五,我礼物小姐和大家在专柜聪运会见面啦! 各位同学,大家都应该有点忙啊,为什么? 每天11月应该都有几多七宴啊! 不过对于我来说,我每一天都做练习,每一天都有温习,所以七宴我都不怕的! 因为我不会做一个临急抱佛脚的小朋友咯! 什么叫临急抱佛脚? 这都不知道啊! 临急抱佛脚的意思呢,就是说,那样东西迫到埋伸,你才去做,那就一定没时间做啦!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温习的话,考试、七宴,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是no problem! 好了,不讲那么多,不如讲下,我送什么礼物给你们啦! 第一份礼物就是,太阳能,环保,生活,资本! 同学需要用SmartPoints三万分合定,名额有一名!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本书给你? 因为呢,其实,我怕什么? 我觉得呢,近来呢,世界多了很多天灾,例如地震啦!那些啦! 天气又无端端反常啦! 那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人口不断地不断增加! 那变了呢,石油啊,煤气啊,那些能源呢,都用得很多啊! 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节约能源呢,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就真的好坏的! 原因,能源始终有耗尽的一天!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怎样节约能源! 而太阳能,就是一个新的环保概念! 所以,我想介绍这本书给你们! 希望你们都懂得节约能源! 大家一起保护的地球啊! 第二份为同学送上的礼物呢! 就是,这一只Nicky 爱心小老鼠所侍扣! 同学,需要用SmartPoints一万分换领! 名额有四名!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一只爱心小米老鼠所侍扣给你? 因为呢,它的心口印有一个心形的图案啊! 意思就是,我们做什么都要有恒心啊! 凡事有恒心,铁柱都磨成针啊! 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面对这么多测验考试的时候 其实只要我们有一个恒心温集,就没有有怕! 而老鼠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通常你会见到 它的卡通片都有一个锋利的牙齿的! 我也希望同学拥有这只老鼠的时候, 记住,做功课、温集都要实牙实耻啊! 就是,一讲就要做,不要讲了就算啊! 好了,各位同学,我都希望你们得到这两份礼物! 所以,你们记住,做多些温集,做多些练习! 用你们的smart pause,换些礼品回去啦! 我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 小七考试都no problem! 好了,各位同学, 今个星期的专柜聪明会,又告一段落啦! 我下星期五再和你们再会啦! 拜拜!